产基山维新圣教一金大学维新圣教学院 16日由陈立岳院长及李真梅副院长协同众校董 于一金大学校门前欢迎教育部、曾专门委员及高教师委员等一行 立临维新圣教学院进行实地会刊 陈院长引领曾委员一行由天心池经维新大道来到老祖大金生前 并沿途介绍维新圣教的宗旨及各项建筑的宗教含义 让委员们对维新圣教有初步之理解 随即来到维新圣教学院建筑群 陈院长为委员们介绍宗教研修学院范围及各栋建筑用途 包括教育行政大楼、教学大楼、图书馆及上载新建的F栋教学大楼 陈院长带领一行人参访四楼老祖殿 介绍殿中主寺的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等 并引领委员一行逐间逐项 勘查学院的各项软硬体设施、设备 本次会刊是维新圣教学院 向教育部申请设立的审刊步骤 教育是维新圣教宗族混元禅师 念姿在姿的重要环节 以宗教包含学术、学术成就宗教 是宗族所接触的纲领目标 立案成立维新圣教学院是重要的第一步 宗族混元禅师在会议厅 欢迎各位委员到来会刊 并至此表示 维新圣教学院的创立 我们的文化是广益 是广益多方面的 对社会国家五千年来 大家所不愿意提出来 来分享给社会大众 我们因为实际因年也到了 所以才积极的筹备已经十年了 我们希望在今天 这个长官下来访试 能够多了解 多多给我们指教 给我们指一条路 大家共同来努力 来打拼 接着由陈院长与董事等 与教育部委员进行简报会议 我们期望 维新圣教学院能够完成立案设立 为一经风水教育开创新局 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导